案發時大批乘客紛紛逃跑 不時有人敬呼尖叫 後面的車廂突然著火冒出大量濃煙 乘客確認遠離起火車廂之後 由車窗逃生 涉嫌廢刀傷人和眾伙伽 是24歲的服部公太 打扮和漫畫編複合的反派角色小丑相似 列車有10折車廂 傳媒報道服部事發的時候正在第8折 拿著一把在網上購買長30厘米的刀 先刺傷一個70多歲男人的右胸 再到第6折車廂用打火機電油縱火 警員到場圍捕他才放下刀 服部來自福江 7月到東京 他向警方公稱想殺人和被判死刑 認為若果殺死兩個人或以上 就能夠判處死刑 他特地選萬聖節前夕 以人多的快車為目標 加上快車不會暫停 有更多時間施襲 服部亦向警方提到 參加了小田急電鐵8月發生的遲到傷人事件 案發在當地星期日晚8點多 列車當時正前往伸縮 事發之後在原本不停靠的國嶺站緊急停車 大批警員、消防和救護、封鎖救援和調查 車廂火警在案發之後半個小時救息 十幾個傷者大部分傷勢比較輕 有些人就吸入濃煙不息 有線電視機仔隨機回報道